今天早晨 美国最高法院一致裁决 那些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被美国短暂接纳难民 如果是以非法途径入境美国 则没有资格申请成为永久居民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本案件始于一对自1990年代初 来美并一直待在美国的 萨尔瓦多夫妇案件的生理结果 该夫妇因为此前申请永久居留身份被拒后 诉讼一直升级至最高法院 这起案件也引起了人们 对于涉及非法进入美国 并获得人道主义保护的人 是否可以依据移民法 被接纳进入美国的争议 最终 根据最高法院的一致裁定 出于人道主义被接纳待在美国 但因为非法入境 则无法申请永久居民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绿卡 大法官埃里纳卡根在解释中阐述道 联邦移民法禁止非法进入美国 且现在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人 寻求绿卡 以永久待在美国 那些因为人道主义理由 被允许临时待在美国的移民 如果他们是非法入境的 则不得申请永久居留权 TBS处用于来自遭受战争 或灾难侵袭国家的人 保护他们不被驱逐出境 并允许他们合法工作 目前美国允许来自12个国家 拥有TBS身份的人待在美国 如果其本国发生人道主义危机 例如自然灾害或武装冲突 会使他们的返回不安全 则可以授予外国国民临时保护身份 目前中医院已经通过了一项立法 使TBS受住者可以成为永久居民 但是该法案在参议院面临不确定的前景 根据数据 在美国目前约有40万人享有保护的身份 这可以防止被驱逐出境 并可以让他们合法工作 大法官卡根同时指出 这一项决定不会影响最初合法进入美国 逾期拘留的TBS移民 因为这些人是以合法途径进入美国 后来才获得了人道主义保护 他们可以寻求成为永久居民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